第一情 到達開放之後 很多應健康店就像開港港 港安遇過 只的一宅方向也提款了 經過統計 過年全台灣重特一宅 希望緊守有三百的在人 比2021年增加十五趴 創下過去六年來的新冠 見面連續兩邊倒來 讓人看了一驚 三月三十 在台中發生的這件港安遇過 造成三人遇過 因此大家對港安遇過注意 不過對這件事的資料來看 2020年全台灣有三百二十人 因為重大積載死亡 比2021年增加四十人 也從這件六年來的新冠 如果是對行業來看 營造協和製造協 理工2020年正在四方連鎖 都比整整年增加 露團議員 想要從完頭改善 就要強化有進和通報的概念 因為對社會的經驗來看 這麼多人都會安靠 無通報 相關單位才會正視這個問題 港公就是一個災害水準 最高的一個主要因素 常常就是不通報 送到急診室說 它是車禍 自己受傷 跌倒等等的 原因就是很害怕會停工 部主來提拔一些基金 可以在停工期間 讓他們維持一定的生計 會讓內部的這種監督機制 跟通報其實是可能可以更落實 為了要向這局發生救災 這件事從來提款 努動檢查以外 押擴大客人 並且提款相關的法官的金額 未來要自相關部門 入職約和六港頂攻方便來做 強化公共港頂的管理 企業控制制臨 並且進行動態順檢查 來降級救災的發生 記者綜合報道